你還要拘手? 我還要拘手 拘手 沒去過 走… 誰? 拋牆… 發牆了,讓我鬆手 怎麼會撕我鬆手? 九哥,這些鬆是真的 再撕就脫掉了 走開,現在我們正在做事 走… 警察? 警察,不是叫你走,回來了 金屬不是我的手吧? 公事公辦,走 看著我捉住,這是外賣 笑什麼? 我怕知道 什麼事?沒甚麼刀 什麼事?這麼大陣著? 看著你什麼事? 我孔魯多,那一分鐘你找什麼人 我幫你找到 好,我告訴你 現在上頭是我們七天 做了這個汪洋大道非天府 有沒有見過他? 怎麼樣?孔魯多那個 我們找了兩天了 官仔骨骨不像賊 賊有樣子看的嗎? 我告訴你 這個站的兜貴也算是三十八 我們送給村門口的四隻康門狗 被他弄死了不僅 還要偷在保險箱的那顆 價值連城的紅寶石 弄死康門狗還要偷在紅寶石 這傢伙的身手也算是沙家的 當然了 我們現在整個警督上上下下 全部都出動了去捉他 對,正所謂上頭最動動 我們做得一扣一扣 沒辦法,找兩餐而已 二零六,不妨礙你們 記得,有事再給我們提供 知道了 二零六,外賣 二零六,外賣 二零… 怎麼搞的?叫外賣沒有人? 有沒有人? 三菜 三菜,看來叫外賣的不是人 是鬼 我猜過你,你就是鬼 你心裡有鬼 你心裡有鬼? 燕花,撞門 我撞?難道是我撞?快點 不敢 你叫文芳 原來是蘇航有錢老的女兒 被非天府騙了跟她私奔來到廣州嗎? 她扮成富家公子 不僅騙了我的錢,騙了我的人 還在這裡打我 這麼可憐? 不過不用怕,有我們在這裡 那你跟她在這段日子 你卻沒有發現她是汪洋大賭? 沒有,她什麼都不會說的 而且我也不敢問 照我一問,她就打我 真可憐 不過,為何你不走呢? 她有槍,還拿我的錢,我能跑去哪裡 再說,我跟她是私奔出來的 我還哪有面子回家 更不好意思跟別人提起 那你又跟我們說? 你們是警察,我還有什麼很隱瞞呢? 要不然你是及時趕到 我可能要死在這裡了 那她幹嘛要綁著你? 因為我撿屋的時候發現了一顆紅毛… 魚是我的 你? 她軟禁了我,我出不了她 她就買了魚給我解悶吧 好痕了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我整天沒吃東西,我的頭很暈 那你想吃什麼?我一會兒買給你 在做事的 好痕了 那我扶你去坐坐 好痕了 你把你家裡的地址和電話告訴我 我家裡? 我從哪裡都有家裡 我爸爸媽媽都已經登了報紙 說不認我了 正所謂切肉也不離皮 如果你爸爸、媽媽知道 你現在這樣被人虐待 沒可能不理你 快點趕快去吧,我幫你打 我從哪裡有面子回家見到你 你別哭了 別哭了 沒事… 幫我轉警告 147 你幫我查報紙登記的那個 蘇航的有錢女兒 文芳私賓的家裡的電話地址 知道的就打電話給她家裡 就說她的女兒在我們手上 很暈 我現在送你去醫院 是… 警長,如果她有什麼冬瓜豆腐 你什麼都聞不到 我不行了,很暈 好… 我要去醫院 好… 怎麼樣? 好,你送她去醫院 大家低調 這裡要封鎖現場,誰不可以動 好,是 阿娜,我現在回去跟牛局長匯報 你看這裡,你放心 你替她辦下主任手續吧 我? 不是你,難道是她? 那我去吧 你醒了嗎? 是,我是警察147 警長叫我來看著你 我又不是犯人,你是沒權看著我 你誤會了,是這樣的 是你爸爸媽媽叫我們看著你,保護你 我爸爸媽媽? 是呀,我們聯絡上你爸爸媽媽的 他要我們保護你 直到他們過來廣州接你走為止 他們不是登了報紙 說和我斷了關係嗎? 是那些氣頭話而已 是呀,他們現在正在過來了 大概兩天之後就到了 接你回家吧 我不用了 你不想回家,不想見你爸爸媽媽嗎? 我…我怕沒面子見他們而已 我這種女兒,實在差事好過 時間了,你們倆一下體溫吧 我先去廁所 怎麼了?你想跟著我去嗎? 沒有,她陪你去就行了 我去找門口看 我去找門口看 小豬…幹嘛呢? 你救了個有錢女兒 還要被上頭加了 jestem 怎麼摸到臉上呢?又是呀 不僅是加了 現在牛仔…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就是感覺 不過…就算男人不說 這個女人一樣能感覺到一些東西 就像我的師妓那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妹妹怎麼都會發現師妓放在哪裡 對了, 炳哥經常說 他的師妓被伯伯撞到 是呀, 我也收得很密實, 假裝不知道 這樣也被妹妹撞到, 真神奇 我在這裡和他… 你被埋帶了 我要想辦法, 拆開他回酒店拿寶石才行 要不然就等到文芳父母來了 結穿我就糟糕了 你在幹什麼? 你的眼睛很漂亮 是呀, 難道他看得出這隻眼睛是我偷來的 是嗎? 這隻眼睛豈不是像是東山金寶的限量版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這隻眼睛是前幾天 非天府送給我的定情信物 非天府給你的定情信物, 你還帶著它? 不要, 不要這樣 你們幹什麼? 不要, 我們沒事 你幹什麼? 八哥, 他沒有我 你說什麼? 雖然我被非天府騙了 但是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孩子 我不是那種人 我做過什麼?你哭了 他做什麼哭?你自己心知肚明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八哥, 你以為我做主 你放心吧 你真的要幫他做主? 什麼?我為什麼不可以幫他做主? 你憑什麼替他做主? 你捉我 我捉你捉你 我捉你 你去什麼? 警長, 你來得正確 他們兩個打架 警長, 停手 看你們兩個恥蠻 八哥, 他也是好心, 其實他… 他那叫好心?他那叫識心 他都不知道現在他的身份是警察 你這句話應該是我跟你說吧? 我又是宣告狀 什麼叫我又宣告狀? 警長, 是不是想繼續打? 你們兩個都水灑眼眉眉之死 現在上樓下向我們破案 想到搞了一會兒? 警長, 你先別這麼生氣 他們只是想早天破案幫你分擔一下 分擔?兩個人頭豬腦 和我分擔什麼?不和我賭米也好 那你又不要這麼說 他們兩個為了破案已經很積極了 馬上打架嘛, 你倆就賺不到位子 立刻給我拿回去寫檢討 警長, 他… 他摸我的手, 剛剛八哥進來見到 所以他… 警察… 你生意賺?我叫你回去寫檢討 別讓我再說第三次, 滾 坐下, 有東西問你 嚇死人嗎? 我發什麼披霉? 都是你逼的, 一問三不知 現在搞得我們做不到非天府 你姓賴的 說什麼? 我說你有什麼要問就快點問吧 我心血少不可以嚇得 嚇到兩下, 什麼都忘記了 你和非天府這麼久, 他有什麼習慣? 他吃飯不喝湯, 睡覺不打鼻寒 一天洗兩次, 還有… 我不是想知道這些 我想知道他將這些值錢的東西 會藏在哪裡? 你先去哪兒? 這個我知道 說吧 不過現在告訴你也不明白了 那你就說得我明白了 最好你就把我帶回去酒店 我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你 他將這些東西藏在哪裡 兩位, 你是點的粥和粉嗎? 話說回來, 你們點兩份 警長不認識嗎? 他?他在養醫院看了一個叫文芳的女人 怕車已經被那隻妖精 當成了點心 你替我安定吧, 文芳才不會看對她 文芳…這麼親熱 怕車不是被那隻妖精 那是妖精, 碰到妖妖靈嗎? 那個女人是妖精嗎? 人家不騷擾她, 她就說妖精 那個妖精不簡單 對呀, 容兒讓你搞定的才叫簡單 你什麼意思?是不是剛才打得少? 再來就是, 怕你嗎? 什麼?幹什麼? 停…一會兒小句…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駕駛? 對呀, 沒什麼就走吧 不是呀, 這些還沒結帳 老婆, 洗吧 你算… 走吧 現場 沒有動過現場嗎? 沒有 開門幫助 是 這件是我唯一的東西, 我可以拿走嗎? 不行, 這裡所有東西都不可以拿 除非遵守飛天府和上級命令 但是這樣放他們在這裡, 他們會死的 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 喂…幾條魚在身體這麼緊張? 很痛啊 你快說 你快說飛天府是怎麼收藏東西的 不然的話, 我就不放手 很痛啊, 九哥, 你怎麼… 幾條…沒事吧? 沒事… 他不小心碰到, 沒事 九哥, 你是不是單身? 我們說正經的 你還這麼喜歡旁人嗎? 不是我喜歡, 是上頭喜歡 沒有離情緒 怎麼沒有離情緒? 這樣就要賺錢嘛 你快說吧 飛天府是喜歡怎麼收藏東西的? 他喜歡收藏東西 是出奇不宜的地方 出奇不宜? 比如說… 這裡 你怎麼收藏東西的? 喂… 只有口琴而已 是桂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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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原来就是飞天虎 369和开门口那两个手足 被那些女人弄暈了 到现在还没醒醒 我都说这个女人不简单 就知道了 对了…知道你太厉害了 如果我们两个不是打架被人罚 现在睡医院的人就是我们 不是打架, 是你给我打 来, 喝杯吧, 多說話 我拿錯了 那边的女人这么像飞天虎? 飞天虎 居然是猫怕老鼠 什么时候 那边的女人很小 对了 是, 行… 審問它, 然后用阴力来插 好 记住, 一定要用阴力 那块块叶的粒也有盐 如果你太厉害了, 菜叶就烂了 金先生 福哥, 金先生他最近做什么? 整个人拾不守舍 他这几天都是这样 那天我下班就回归了 看到他居然把厅筒当成皮带 扎在库头上, 还欠他被车车 幸好我拉着他才没事 看他这样的款式肯定做了亏心事 八姑, 好心你了 真是, 你忍着眼睛 你忍着眼睛 这位大嫂, 借问一声有什么事? 对了, 有什么可以帮你? 找人? 金慧文, 我终于找到你了 金慧文, 你给我出来 金慧文, 你出来 金医生呢? 他出去了 对了, 借问一声 你找金医生有什么事? 你快告诉我, 金慧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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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杀人凶手在哪里 你快告诉我 杀人凶手? 你快告诉我 杀人凶手? 不…这位大嫂, 来… 不要那么激动 你放开我, 有话慢慢说 你不要胡说, 金医生 有什么能杀人凶手? 对了, 其中有什么误会? 金慧文,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金慧文 我都说我出去了 对了 金医生是大好人 我们街坊个人都知道 他怎么会杀人呢? 你们就一个人以为他是好人 我今天就把他的新衣袋打出来 这个混蛋黄龙医生 看到我老公身族劇道 他就见死不救 他跟杀人凶手有什么跪变? 金医生 不可能 金医生有什么可能见死不救? 金医生, 你就这样害了 这位大嫂, 可能内中有什么误会 金医生不是这群人 你肯定是插带党派来 枪水是金医生 冤枉好人, 是不是? 好啊 你们一个一个还帮他说话 你们就是帮康, 你们是同谋 你… 金医生,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出来 金医生, 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个女人是找你找你实人凶手的 究竟什么事?你快点说吧 金医生, 这个大嫂 她就说你对她老公见死不救 你为人我们也清楚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跟我们说清楚吧 你到底什么事? 对, 什么事? 金医生 真诱密 你死人都怪不得 不要弄来 你还把老公给我 我… 我…我对不起, 金医生 你说对不起就是身重事 你出小句话吧 金医生,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这些钱, 你先拿回去吧 我不要你的臭钱 你还我老公给我 金医生, 你想用这些钱 替我老公的命 你别花一次 阿根嫂 你还把这么多恩质 你不会有什么花的 阿根嫂, 你听我说吧 我…就算怎么样 你也不会原谅我的 你这些钱, 你拿回去安家 阿根嫂, 我实在没面子面对你 那我老公, 你别走 你…你把老公给我 阿根嫂, 你想用这些钱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 阿根嫂, 人死不能复生 你就折爱 我想这件事肯定有内情的 你先了解清楚 不要误会了金医生 不会? 你们想用笔子塞住我的嘴 我也偏要说 每个人都害死我老公 我杀人的病 好了 阿根, 你口口声声说 金医生是杀人兇手 证据呢? 是呀 有什么证据呢? 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 我就是证据 你这次就是证据 你都坦白说 你… 是呀, 你咋坦白说 有什么证据呢? 有什么证据呢? 你们一哥二哥都帮他说话 你们都是帮兇 我老公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你们不得好死 我老公… 对了 你今早去找那根嫂子 后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那根嫂子一口咬緊 说金医生害死她老公 这几天又看不到她 想问清楚她发生什么事都不行 吓死人 你们是不是在说金医生的事? 什么事? 失驚无神地捐出你 小胆子就被你嚇死了 会嚇死你? 我说最害怕的是金医生 他这几天躲在诊所上也不敢出来 听你这么说 好像你知道的东西似的 用不着说 我昨天和有钱人打抹了的时候 拔了一些东西 原来东山有个有钱人叫王八曼 他家里有个长公叫阿根 那天阿根就跟了僱主出去 结果发生意外 那金医生巧巧在那附近採约 所以就出手救人 照我这么说 金医生是做了好事 他出手相做是吗? 是呀 糟了,那个长公阿根死了 一定是金医生医死人 你…那天来大院搞事的那个女人 就是阿根的老婆 八姑,别人说你又说才行 或者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什么误会呢?你也看到了 那个瘋子女人抓住金医生 要他杀人上命 而金医生自己又说对不起 拿些钱出来,他说我没面子见他 怎么会这样的? 总之我不信金医生会医死人 你这个人真是死牛一变颈的 你不信我,你可以去找金医生 他现在躲在那个诊所里 收口露面,问清楚他就行了 金医生,开门吧 金医生… 没人答应肯定不在 有什么可能? 让我来 金医生,我知道你在里面 金医生,万事好商量 你困住自己在里面也不是路 你有什么就说出来 让大家帮你想想嘛 来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不怕跟我们说 比现在有些人在乱说二十四 哪个乱说二十四? 那是他自己杀了人 所以才被安家废人家 不是…应该是暗口废字 我对阿根的死是要负责的 金医生自己亲口承认了 现在还有什么解释? 你们说… 八哥,你又不要一口咬死他 是,金医生我为人是怎样? 整个大院都知道的,是吧? 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说一字这么简单 是金医生自己措手杀死人 不要说他亲自杀死人 你不要再胡说了 金医生罚人是最喜欢帮人的 我上个月一说不够钱交租 他立刻借了钱给我 他付钱跟嫂 是见他死了老公很惨 付钱给他度过难关而已 是吧? 是呀,上次我大牛病了 都没有钱看医生 金医生知道了 又跟他看病,又给了他 一分钱都没有遇到 他的人品是很好的 你这些穷鬼 你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的嘴巴 大家不用怨怒吵 听听金医生怎么说 我就相信这件事 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是呀,你说吧 我们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各位,很感谢你们的信任 但是这次我…我怎么都洗不清了 你们听到没有? 金医生自己也认罪了 那就证明了一切 好,没戏看了 走吧…散开… 走吧 金医生,这件事究竟是怎么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好了,你有什么要顧忌呢? 就是你说吧 我…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说 你…你什么都不肯说 我…我们怎么帮你呢? 阿根,是我救不了他而死的 但是那个时候 谁也帮不了我 霍哥,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金医生一直都不肯出来 金医生现在这样真的令人担心 废了他什么都不说 那我们的外人怎么能帮他呢?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不知道他会不会做傻事 那个黄鹿还没出来? 糟了,千万不要 糟了,死在我的大院 不然我的房子怎么能租出去呢? 金医生 你要死呢,出去外面死 千万不要死在我这儿 我被你嚇死了 整齣子… 你拿滚水 我问过人了 金医生就住在大院里面了 金医生 金医生 别管了,通仔你那天救了我生的儿子 要不是你,我们黄家就绝效了 你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是过 金医生 黄太太… 黄太太,请起… 救死扶伤是我做医生的职责 金医生,今天我和太太 专门过来略表心意 这些礼物,还有… 黄金,请你少纳 很感情你救了我三个弟弟 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儘管吩咐 我稍后见人送上 王先生,我是尽了做医生的本分 不需要这样 金医生,这些是我们的小小心意 你就收下它 是呀,我知道了 阿根的老婆来过大院闹事 替你造成了一些麻烦 我已经找人说过他了 对于这件事,我保证帮你处理 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你对阿根嫂怎么样 这件事最大受伤的就是他一家 你千万不要对他有什么 他失去老公已经很惨了 神经,你看到吗 他不是不救人 是选择有钱的人来救 那些穷鬼就唯有听天由命 金医生才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他不是 为什么不会跟你们说 早几天还要付钱的金嫂 明明是失忧事 快点 现在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 我待会就跟着这一家人去 问是怎么回事 好啊? 我也知道这件事 可能会造成很多人对金医生不解释 其实真是最坏是我 是我没看着三个小孩 这件事实情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我太太早上是昨天 老家就在瘦狗鳞山上 那天她就带着阿根和三个小孩 回到老公里祭祖 我那些小孩就贪得意 就出去摘蘑菇 摘完回来就拿回家煮 但我自己就不喜欢吃蘑菇 所以我没有吃 不过,那三个小孩每个都吃了很多 但就更静了很多 阿根看见还有整包好的东西 倒了就浪费了 他又把整包全部吃光 没多久之后 我那三个小孩每个都面青口唇白 又吐又吐 阿根,阿根他还吐了白泡 我真的很害怕 我自己一个人是方交易 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幸好当时金医生刚好采约老公 他马上帮我们训席 原来野生的蘑菇很多都很劇毒 他都全部中毒 但是金医生随身搭的药又很有限 他治疗三个小孩又治不了大人 他治不了三个小孩 其实金医生他真的很难做 究竟是救三条命 还是救一条命呢 如果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金医生在这件事上是没有做错的 不过阿根是有点可惜的 事后我们两夫妇也打算 给阿根嫂作为一些补偿 但是阿根嫂根本就接受不了 他一直都觉得是因为金医生 他没有救了阿根, 搞得他死了? 原来是这样的 根嫂 对于阿根的死, 我真的很愧疚 虽然我是尽力了 但是我也不敢借靠你原谅我 这些你收下来吧 那天老板已经派了人来 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告诉我 这件事要怪就怪我 如果当初带多些药, 我就… 又或者… 总之都是我能力不够 所以阿根就救不了 阿根他一世都没做过什么坏事 他不应该死的 你要怪就怪我 如果我当初把药给阿根吃 他就可能不会死 但是那三个弟弟没有要吃 一样要死的 总之他不应该死 他不应该死 阿根是不应该死 难道那三个弟弟就应该死? 金嫂 老婆, 我这件事真的很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你以后有什么困难 对我说, 我一定会全力帮你 那样 就这样吧 好青年就跑了, 他家人真可憐 其实金医生 他当时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去救 可惜阿根还是救不了 很煩,我都說了金醫生不是那些人 不像有人這樣 生草藥說也說也說,在教訓 保牙仔,你說誰是生草藥? 我又沒開名字說誰 你又急著跳出來承認 好,金醫生…回來 金醫生,來… 坐… 不過已經把整件事跟我們說了 對了,其實你已經盡力了 對了 阿金的死,誰都不想 但你也把有錢人給你的金條 給了金手來做補償,你別想太多了 這件事怎麼說都是我的錯 我救不到阿金 如果那天我多帶點藥就好了 金醫生,你也算聰明了 懂得救了那三個有錢的少爺仔 是嗎?是你有好處的 金醫生又不認識他們 誰知道誰有錢誰沒錢 你以為是你嗎? 好像我們這些穿得這麼乾鮮 和你們這些穿得爛爛爛的 一眼就看出來 誰有錢誰沒錢了,是嗎? 是嗎?如果金醫生是為了取得好 他哪會把王八萬送的囚錄 全部送給阿金嫂 或者是因為他故意不去 所以才給他錢 又或者他將來可以在王八萬身上 可以再取得多點好處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八姑 阿金醫生不是那天見利忘義的人 他是想過度過,一份藥是救三個 還是救一個才做決定的? 那就是,醫生第一時間去救阿金 救不回來誰都不想 難道那三個小孩就不是命嗎? 那…那倒是 要救三個和一個,救三個就比較好 病人救不回來,永遠是醫生的 病人,疼病了 其實我認為在這件事裡 就沒什麼說有錢人的命值錢 窮人就命贈的說法 金醫生對所有的病人都盡力了 想盡量去撐回來 阿金的死,誰都不想 作為做醫生 阿金都想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 救回生的嘛 不過世事無常 不可能你想怎樣就怎樣的 富哥,謝謝理解 但是我很難過得自己的關 那以後你再遇到這種事 阿金兒,你還會不會盡力救人呢? 會 這樣就對了 金醫生,你是醫生嘛 還有很多人需要你 你說因為這件事一直在心裡過不去 那你怎麼去救了更多人? 你想想想,對不對? 是嗎? 是,你們說得對 還有很多人需要我 因為我是醫生 好… 好… 這是… 有… 有… 對, 實在是… 感谢观看